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疯狂猜定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小女孩来到鬼世界找妈妈的感人故事 城市里的人正在庆祝着万圣节 所有的人都很开心,只有蒂亚一个人来到了墓地 蒂亚没有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 每年万圣节,蒂亚都很想念妈妈 蒂亚都会来到墓地,一个人悄悄地哭泣 今天也是一样,太想念妈妈的蒂亚又哭了出来 就在这时,地上突然长出一朵蓝色的花 蒂亚很好奇就用手去摘 没想到就在她刚碰到兰花的时候 蒂亚被兰花抓紧吸进去了地下 被吸进地下的蒂亚十分害怕 就在她害怕得十分不知所措的时候 三个骷髅吹起了欢快的节日乐趣 一个女骷髅点亮了一盏灯 然后整个地下世界就全都亮起来了 她捡起蓝色的花,然后把花插到耳朵上 女骷髅拉着蒂亚坐下来,拿起了一把刀 蒂亚非常害怕 原来女骷髅是给蒂亚切哈米瓜吃 蒂亚还是十分害怕就准备悄悄地溜走 女骷髅又递给蒂亚一个盘子 她做了很多面包一样的零食 零食虽然堆得很高,但它没有掉下来 女骷髅把蒂亚扔到空中,然后掉到气球上 气球破了,蒂亚掉了下来 这时,女骷髅接住了蒂亚 女骷髅蒙上了自己的眼睛 然后取下自己的手骨,打起了小马游戏 看着女骷髅打了好几次都没有打到 蒂亚只是笑了,也不再害怕了 她拿起旁边的一个骷髅腿也去打了 蒂亚纵身一跃,小马就被打碎了 蒂亚和女骷髅拉着手来到一个房间 女骷髅给蒂亚化了万圣结妆 然后换上美美的衣服 漂亮的蒂亚和女骷髅来到了广场 这时,很多穿着艳丽的骷髅都在跳舞 女骷髅拉起蒂亚就开始跳舞 蒂亚很开心的就和女骷髅跳了起来 大家转着圈 就在这时,女骷髅突然有了皮肉 原来这是蒂亚的妈妈 蒂亚想念妈妈,妈妈也想念蒂亚 看着眼前的妈妈,蒂亚开心极了 她扑向妈妈的怀抱 妈妈也紧紧抱住蒂亚 妈妈抚摸着蒂亚的脸蛋 好像是在说,我的蒂亚长大了 越来越漂亮了 妈妈取下了蓝色的花 插到蒂亚的头上 蒂亚又紧紧抱住妈妈 激动地流出了泪水 此时的蒂亚是最幸福的了 妈妈突然消失 蒂亚回到现实 蒂亚站起身来 摸了摸头上的蓝花 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 蒂亚很开心 即使不能永远和妈妈在一起 但是蒂亚知道了 妈妈很爱她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今天我们讲到蒂亚的梦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